是武器的 記數吧 下次我先 好啊 好啊 OK了嗎 好 各位傳媒朋友 想回應一下 傳說中的居屋轉秀的新安排 接下來我們星期二就會開 資助房屋小組委會 我未收到文言 但見到很多媒體已經有消息 按照消息我初步評論一下 我自己看完之下很有意見 首先狀況就是這樣 早前俄陸礁裡其中一個 居屋同事脫勾 他當時答應轉秀限制要做得好些 另外抄了一個 我都唱了十年的字眼 叫做分割市場 他就用了這個字眼來講 當時我也出來回應過 我也有些期望 但是看完結果之後 我是很失望的 主要有三個大的範圍 我是有意見的 第一個我覺得他的限售期太短了 這個真的雷聲大雨點少 他好像有種急於求成 而現在的限售年期 限售期短 都是五年而已 上限 即是沒有變 我覺得他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因為限售期 我上次 他一講完 我已經提了他一件事 限售期是要收法例的 房屋條例第二百八十三條 講明 這些資助房屋 居屋也好 六至居也好 限售年期是五年或以上的 這一點上 似乎他有一種急於求成的心態 不願意先修例 讓一個這麼影響深遠的政策 長久地得以改善 我覺得呢 如果他不修例 將五年延長 至到我提出最少十年 甚至是十五年 我覺得最低消費 但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你其實是沒有辦法 真正分割了市場 那個五年後 這個私產 轉為私產之後補了地價 一樣是可以變成炒賣工具 我舉個實質例子 你看看現在的出售公屋 炒到五百多萬 公屋也值五百多萬 因為樓市瘋狂 有家就有市 如果你補完地價之後 還是有利可圖 那些人就會這樣做 所以現在限了五年 就很明顯失去了 原本政策制定的時候出來 美美而談 說他會修訂了目標 用了我所說的分割市場 就是讓香港人可以接安居 但到最後結果不是 這個措施沒有分割到市場 五年後一樣 是會混合鹹淡水會撈亂 到時候公營房屋的資助房屋 是可以變成純粹的私產 只要有價有市之下 我很擔心 重蹈現在的覆轍 根本沒有很大幫助香港市民的手 當然 他就會說 我們也有很多轉售限制 這個我更加第二點很有意見 我覺得轉售的概念混亂 限售對象不協調 怎麼這麼說呢 他現在的做法 就是兩年以下 限賣給百居二日居民 即是白表合資格申請者 兩年零一天 至到五年以內 就可以賣給 跟過去這樣賣給六表或者白表 五年以上呢 就要補地價賣給公開市場 或者不補地價賣給六表白表 正如我講的 兩年零一天 即是三至五年 他所講的所謂 就是要不補地價之下 都可以賣給 這個白表、六表 那麼我覺得聽上去很混亂 為什麼混亂呢 第一級我就想不明白了 為什麼他只需要限制白表對象 他後來的說法 我聽回有些傳媒朋友轉述 政策原意的意思是說 讓多一些市民可以透過白表置業 那麼很簡單而已 你調一調 那六表比例就可以了 現在是五比五的 如果用回政策的邏輯 已經是六至居了 公屋居民有一個渠道 買到治安居了 上樓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想透過居屋協助白表的人 多一些 你就調整它變成六比四 這樣就清楚楚 但是我就想不明白了 現在在五比五的比例狀態之下 為什麼六表居民是沒有權 好像在售賣的時候 五比五的權利 平均地大家都有機會舉手 買得到這些 不用保地價 要轉售的 進一步折扣的居屋 政策思維這麼混亂 也有的 我自己覺得很混亂 市民一聽見 我就覺得很多人聽不明白 我跟了房屋政策這麼久 我都想了一會兒 什麼理由 這個很不合理 我覺得帶來的混亂是很大的 第三個混亂就是 重新開賣的混亂 三月的時候大家知道 已經有十五萬二千個買家 入了表 這批買家其實是用舊制的方式買的 他們的限制是少一些的 但是現在你重新開賣 當然他有個前提覺得 重新開賣 便宜了給你們 一定是很高興的 是不是 但是他有一件事 我聽見很多 一些入了表的朋友 很不開心很憂慮 是什麼呢 因為降低了門檻之後 會有更多人湧進來買 這次 這樣就溝淡了 他就得到 抽到一個機會 其實這裡已經引起一個爭議 這樣就 有機會 我不知道會是怎樣 我舉例多了一倍人買 三十萬這樣 他原本 抽中的機會少了一半的 那我其實 供應的單位依然有四千四百三十一個 我沒有好處 我抽中的機會少了 那我已經聽到有這樣的聲音 第二 他現在這個做法 這麼混亂 也都是 沒有調整那個 限壽年期 也都不肯做功夫 去修改房屋條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是 林鄭月娥有種感覺 給我急於求成 很想在短時間 這一次 因為 那個 程序出錯 而不是居屋 都要搭到尾班車 將它變成 新的居屋出售 我覺得這樣 為了個人一些 急於求成的目的 而壓上了 社會政策的統一性 協調性 以及 房屋條例裡面的 合理性 其實是不值得的 我自己建議 腰北 他就押後 開售 重新 被人申請 原本入錶的朋友 原者上調 如果他想再入錶 其實要填多一張新方 那就不用再付錢 因為行政費 新的買家才再付行政費 第一種做法就是原者上調 減除了我只是說的那些爭議 另一種情況下就是 這個是尾班車 即是用舊制賣的 最後一批居屋 如果他覺得 如果這樣 我覺得 我想等身 他自然 抽中他都不會要的 對他沒有損害的 是不是 至於肯留下 寧願用舊制 自由度比較高些 但是他的 轉售機會比較高些 這些居屋的買家 就繼續去買 我覺得對雙方都公道些 也不用構成 我剛才所說的 侵多了很多人進來 我抽獎機會少了 甚至我覺得 會不會有機會 有官司的出現呢 我不希望 本來是一件好的事 因為林鄭月娥急於求成 就強行將這一期 本來經已賣了的 因為搞諸出現的錯誤 而導致延期 然後又說 十月再開售 但是你又 某程度你是 弱敵 就是理所當然地 認為入了那十五萬二千人 一定很喜歡這個新的制度 我自己覺得是有些奇怪 我主要回應是這三點 我依然是覺得 政價降低了 用負擔能力是對的 分割市場是對的 我自己倡議了十年 他肯採取這些概念 我原本是 表示很期待的 但是現在見到其實是 賣假貨 都是做不到真真正正的分割市場 到最終五年後 依然是可以 只要保護地價 自由轉售 到最終是難保成為 炒賣的工具 有問題 OK 謝謝